乔 柯 詹究竟谁更伟大 终于有人给出答案了 网友 很中肯之前 NBA中有一个话题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那就是关于乔丹 柯比 扎姆斯和韦德 这几人谁最伟大的话题 而最近大鲨于奥尼尔 也对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奥尼尔在参加一档节目的时候 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奥尼尔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而且奥尼尔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 是最具代表性的 毕竟他曾经和乔丹同场竞技 和柯比 詹姆斯 韦德三人也都做过队员 所以奥尼尔的观点 应该是最可观 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接下来 就让我们来听听奥尼尔的观点吧 奥尼尔最开始谈到的球员 是自己的好兄弟柯比 柯比的离世对奥尼尔来说打击很大 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虽然曾经在球场上发生过矛盾 但后来两人也冰视前嫌 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退役后的柯比也多次教授过 奥尼尔儿子打球上面的技术 两家的关系可以说非常不错 奥尼尔谈起柯比表示 在柯比刚进入联盟的时候 两人都是队友 那个时候的柯比给他的感觉 就是一个年轻的乔丹 后来柯比也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 这句话中 可以看出来 奥尼尔对柯比的评价很高 在他看来 柯比是最接近乔丹的男人 接下来 奥尼尔谈到了维德 维德是奥尼尔在热祸时期的队友 两人也一起拿下了总冠军 虽然那个时候的奥尼尔 已经不是最强的大鲨鱼 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得体现出 维德的实力确实强大 那年的维德在总决赛中 多次上演单棋救主的场景 奥尼尔也表示 巅峰期的维德和柯比相比 也没有相差都是 这也侧面表示了维德的强大实力 接下来 奥尼尔说到了詹姆斯 而奥尼尔描述詹姆斯的话语 也让球迷们有些不谈定了 那么奥尼尔是如何描述詹姆斯呢 众所周知 詹姆斯和奥尼尔也曾做过队员 两人在骑士队做过短暂的队员 不过当时的奥尼尔已经是生涯末年 不过两人的关系倒是不错 詹姆斯生日的时候 奥尼尔还送给了他一份大礼 奥尼尔在评价詹姆斯的时候表示 詹姆斯拥有极强的篮球天赋 他的身体素质更是超乎常人 而且他也足够努力 所以詹姆斯也是当今联盟中 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他的得分能力甚至比乔丹还要恐怖 这句话明显把詹姆斯和乔丹相提并论 可见奥尼尔对詹姆斯评价是很高的 对于篮球之神乔丹来说 奥尼尔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乔丹的实力真的无需多言 不过在整体的评价中 奥尼尔对詹姆斯评价应该是最高的 这也让很多球迷不太淡定了